今天又特别的冷 但凡在室外工作的朋友都会觉得 今天的气温又很低 有一个地方始终保持着热情的温度 就是第八季我是大明星 年度总决赛 希望每天晚上在这里您可以弥补 一天工作当中的疲劳在这里得到放松 今天进行的依然是12强赛 各位选手的目标进入年度的12强 规则是怎么样的 一会儿给您介绍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到场的三位评委老师 欢迎李军老师 欢迎吴沁老师 欢迎武文老师 这七场的比赛 我们的评委老师对于选手来讲非常的重要 因为进入12场的比赛是一对一的PK赛 评委老师将会选择PK的两个人 在PK当中 胜出的一个将会进入到年度的12强 当然如果没有获胜的话 也不会直接淘汰 会得到的是带定的群体 所以说有机会千万不要放弃努力 昨天的比赛有一组选手进行了一半 两个人呢 表演有一位表演完成了 还剩另外一个 到现在我估计 从昨天到现在没睡好呢 最后一组对阵的是杨大六和刘珍珍 有请两位 大家好 我叫刘珍珍 大家好 我叫杨大六 大六昨天晚上睡个好觉吧 睡了个好觉 毕竟比完了 就是放心了是吧 反正是输了一口气 是 这个两个人PK 大六唱完了 珍珍憋得不行 因为昨天没老着唱 这一晚上辗转反色的吧 太煎熬了 你这个嗓子怎么会这样 这一晚上几乎就没怎么睡着 是啊 就是一直在想着 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这个歌应该怎么样啊 你大六昨天唱得太好了 所以 无形当中给我很大的压力 还不如昨天甭管什么结果 对 唱了就行了 是是是 今天的李老师和武文老师 应该给吴庆老师 稍微这个提醒一下 昨天 吴庆老师 昨天是不是看直播了 看到大六昨天的演唱了 是吧 有点印象 看了看了 昨天发挥真的是不错 所以说对于 咱们的三位评计老师来讲 对两位的评判一定是公正的 因为听过了大六的演唱 今天再听听珍珍的演唱 一会儿给你们投票 看看胜出的是谁 好吧 好 大六现在可以放松一下 到场下先坐一下等待 接下来就是珍珍了 珍珍正二八经 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刘珍珍 来自烟台莱阳市 莱阳市红结医院 体检中心的一名护士 谢谢 刘珍珍 至少参加了第八季的大明星 大家送了她一个外号 叫铁肺小护士 这个肺活量很大 就是说这个唱歌 甭管是气息 还是这个音高 各方面都不错 所以才有这么一个名号 等了一晚上 现在心里肯定有点忐忑 咱做点什么事情 能让你放松一下 三位评计老师 从来没有见识过 刘珍珍的一项才艺 她也没怎么演过 可能是不怎么拿得出手 索性啊 你把这个不太擅长的才艺 先表现一下 演好了呢 增加信心 演砸了呢 破罐子破摔 一会儿说 她会跳舞 刘珍珍给大家跳一个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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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跳个什么呀 就是那个 就是很流行的一个Samsara 我就会跳这一个舞 行行行 来吧 来 你还用啊 不用了啊 好 来咱们看看这个小护士 赛前的放松 舞蹈 舞蹈 好 好 好 我 我不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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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看了吗 你跳舞的时候 观众都忍不住 发来微信准备说你了 帽漏了一下 我也没看见是什么 一会广告的时候看吧 好 这就是刘真真 今天晚上拿出来的才艺 平安老师请点评 谢谢 你别说 真真这一跳舞 让我真是大开眼界 说实在在地说一句 跳得还真是很一般呢 但是你发现 你这一跳吧 你肢体活动开了 你们评委老师也放开了 因为他们开始一开始做的时候 也会替选手紧张 你看这一跳都笑了 放松了心态了 接下来你也调整好自己 正二八经给大家唱歌 唱歌 唱什么呢 因为昨天大流唱了一首《等待》 这个评委老师也说 在这个舞台上看到很多选手的进步 那大家可能对刘真真的印象就是 原来是唱那种 那样的歌 所以今天画了一种风格 把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送给 所有的好朋友 我给你增加点信心 你自己看那边 你跳了一个舞 一万六千多人认为你跳得好 只有293个卷你跳得不好 加油 好不好 谢谢 来听一听刘真真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来吧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你的寂寞 你的寂寞 它不过我的眼睛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你让我原来也不相信自己 没有承诺 却被你抓得更轻 没有了你 我的世界余下个不停 我到那时间的距离 想要忘记你 可是回忆 回忆 回忆 从我心里跳出来 拥抱你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你的寂寞 你的寂寞 它不过我的眼睛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你让我原来也不相信自己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你的寂寞 它不过我的眼睛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你让我原来也不相信 原来也不相信 原来也不相信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好 谢谢珍珍 来听一下评委的点评 请 你好 珍珍 我觉得李欣她不怀好意 让你唱歌之前来跳舞 对 更喘了 是真的一直在喘 你知道吗 但珍珍给我的感觉 在这个舞台上 就是一直特别平稳 从你的演唱和你的技巧 这种感觉 好像整个舞台都是你的 而且也感觉不到 你是紧张啊 或者是在比赛 其实让我 我都觉得我很难做到这种 在比赛的时候能够驾驭这个舞台的这种松弛 这种放松 我都感觉我做不到 很好 我很喜欢你 吴老师 下次感觉做起来困难的时候 可以先跳一支舞 然后再唱 对吧 李欣 跳舞很重要 你下回你那个演唱的时候 我给你报幕去 有请著名的声乐表演艺术家 吴庆老师先给大家跳个舞 你就报功了 廖二接着说 其实珍珍给我感觉到舞台一直很稳定 它是一个就是 给人感觉很成熟的 那个有点演员的那种感觉 在舞台上对作品的把控也好 在舞台的表现也好 有很多的设计 而且在舞台上能够很从容地 把自己的设计表达出来 这挺不容易的 特别是像比赛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 往后走越来越紧张 大家压力越来越大 你能一个很平稳的心态 把一个个作品完成好 这就很不容易 其实我觉得你今天表现挺棒的 谢谢 谢谢李老师 心里已经咳嗽 感冒了 这段时间天冷 就算是护士有专业的知识也难免 这么累 对 因为我看节目的时候 好多人都感冒了 病毒性传染应该是 你在烟台工作 对 但不是烟台人吧 不是 家是在哪 我是 兵州市博兴县重画镇中流村的姑娘 对 对 对 之前的时候 这个珍珍曾经在舞台上流过泪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因为老觉得离家太远 嫁过去了 成了烟台的媳妇了 而且在那边工作 这个一年到头回家 次数比较少 觉得对家里人亏欠了 家里还有 你家还有别的孩子吗 哎呦 我有个姐姐 亲姐 哦 亲姐 她在老家 对 应该也出嫁了 对 我姐比我大七岁 但是能经常回家吗 我就是昨天才见到她 这一年 就昨天本来那个 来了 没比上 她来看你的 对 来看我 来给我加油 你们姐俩应该从小关系都很好吧 大的可厉害了 就是往死里打那种 但是越长大就越发现 有个姐真好 姐疼你吗 特别疼 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 姐姐对我真好 好多事情 人生当中经历的事情都是她陪着自己做的 因为小时候我们家开门诊 我爸就要去忙工作 我妈就要就是种地嘛 干活 我很小的时候 我姐带着我 就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 我姐就给我炒鸡蛋 油都崩出来 崩到这个整个手臂上 全是这个泡 全是油泡 她没支一声 回来都关键把这个衣服 袖子穿好挡起来 不让父母看见 还有一次就是我印象最深刻 我人生第一块手机 是我姐打了一个暑假的工 给我买的 挣了钱专门给你 600块钱 给我买了一个手机 就这样姐姐可幸福了 对 好 这么一个好姐姐 在珍珍比赛的时候 有什么想对她说的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是刘珍珍的姐姐 你们两个年龄差多少啊 差七岁 珍珍性格嘛 是那种特别大大烈烈的那种 她从前就特别特别的活泼 特别爱唱歌 我们两个的性格 是决然不同的 现在这种 长大之后 我给我们家带来 特别特别的欢乐 父母都 还有包括我 都把它视作 是我们家弄的一个 真是一个珍宝那种感觉 每个衣服都是姐姐 你看这件挺适合你的 要不可以买上吧 每次买衣服 基本上都有带 给我带一件 真是我感觉 特别特别的欢乐 有个妹妹才好 虽然我们两个 一年也见不了一两次 她实际上太忙了嘛 本身那个护士工作 她又离不开儿 再就是离家远 反正每次回来也好 或者是平常有个节日 我的生日 我孩子的生日 她都每次都记得 反而有时候 我这个当姐姐的 老忘了 在这方面 我觉得我直接做了 不如妹妹 朋友同学都说 你看你妹妹都这么出名了 这么厉害 你什么感觉 我说当然自豪了 这还用说吗 他们都现在都见我明星姐姐 你是大明星的姐姐 在真看到你 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非常享受 在舞台上这种感觉 看到你找到的快乐 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 也感到非常的自豪 希望你在大明星的舞台上 能越走越远 我们永远支持你 昨天才跟姐姐见了面 对 就是因为 昨天你要比赛 所以姐姐赶过来了 其实我 我说姐 我说你能来给我加油吗 她今年刚要了二胎 对 然后老大感冒了 老二到现在就是还母乳 昨天就来了 我说那你就不用来了 哎呀 说我得看看我命迷在舞台上 这么光鲜亮丽的唱歌 你看 昨天没有比赛 其实对于你们姐俩来讲 还是个好事 对 多了24小时的时间 相处了一下 来 让我们有请 刘珍珍的姐姐上场 你看我们姐俩长得像吗 说实话不太像 大家好 我是刘珍珍的姐姐 有这么个妹妹可高兴了 对 她一直是 就是家里边最小的一个 就是包括我们整个家族里边 最小的一个 大家都 都拿她当个宝贝一样 真是 没想到她那个 又给我们家争光了 我们都非常的高兴 姐姐 你这妹妹经常不在家 这不是经常不在家 是常年在烟台那边也结婚了吗 对 是不是家里边 你照顾的比较多 是多点 但是我这个人 比妹妹还大条一点 但是那些生日啊 包括父母的 我的 有时候我老嘛 就是 她说妹妹提醒我 那边就是做的不如妹妹 因为我 嫁得比较远 可能只能通过这样的一些 寄住生日的方式 来给家里 送点温暖吧 也只能这样 其实 我父母就属于那种 做得够好 我父母就属于那种 永远打电话 你们感冒没有啊 没有啊 就是报喜不报忧那种 我姐也是 每次我说你什么样啊 挺好啊 特别好 你不用担心 你好好工作 所以我觉得 真的 吕哥姐姐特别好 谢谢 现在刚刚也说 这姐俩可能长年的 成年的也见不着个面 这是因为比赛了 才凑到一块了 对 好的话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跟姐姐说说 就是 这么多年 其实 我就想跟我姐 说谢谢吧 照顾父母 其实你付出的 要比我多 你在良远公司上班 工作也比较忙 但是 我就有一次 就说了一句 我说 我说 我这边挺冷的 我想要个羽绒服 我姐立马就给我买了 我觉得常识里 有一首歌叫做 哥哥 我曾经还改了改 唱给我姐听听 好 你说你是姐姐 我是妹妹 你要为我遮风 当着雨 在南的路也要 爱一起 有个姐姐 我心里 真好 妹妹也好 有个姐 是个特别温暖的事情 尤其是差了七岁 可能更多的时候 姐姐都替代了一些 妈妈的角色 做了好多的事情 会让妹妹心里面 觉得很温暖 我们姐俩的感情 能看得出来 从小到大都很好 瘦了 一是工作累 在一个这段时间 比赛也的确是太累了 对于真正来讲 是一个煎熬 还好 今天姐姐来 给了妹妹 那么多的鼓励 比赛一场 接着一场 对于各位选手来讲 身心俱疲 这个时候 有家人来 给他们鼓鼓劲 会让他们找到 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好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今天特意赶到现场来 来吧 咱们请上 昨天完成比赛的 杨大六 对于这两位姐妹来讲 昨天也说 她们应该是第八季 所有选手当中 这两位的关系 算是很好的 对 她们自己有个组合 真六 真真加大六 说她们这组合是真六 真六 但是这个关系很好的姐妹 接下来要坚守 平衡老师一次选择 胜出的那个人进入年度的十二强 而没有胜出的 但是得到的是带定的成绩 也还有机会 那几天喝股方红堂 下面进入股方红堂命运时刻 平衡老师请投票 两位美女唱将在一组 其实本身这个分组就挺残酷的 但是好处我觉得两个人发挥都很好 比赛结果是一个方面 发挥更重要 我把我自己最真实的手里表达出来 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 首先两个人都做到这一点 两首girl我也都挺喜欢 如果说表现我更倾向于谁的话 我把我这票投给刘真真 谢谢 两个人拉着手 是好姐妹 但是这一会儿得从你们当中 有一个直接晋级的 我觉得这事挺残酷的一件事 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旗鼓相当 针尖脉盲的这样的一种比赛 我觉得还是很过瘾的听下来 我觉得昨天的杨大六唱的《等待》那首歌 难度那么大 控制力那么强 隔了一天 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清清楚楚 珍珍在这个舞台上是有长俗的进步的 从一开始一个怯生生的这样的小故事 走在舞台上唱歌不大感动 到现在能边唱边跳 然后敢唱这样有难度的歌曲 而且曲风有这么大的变化 我觉得这也是你的勇气 也是你敢于展示自己的一种能力和勇气 挺棒的 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 我选在这个整体的演唱技巧和能力和控制力上 更好一点的杨大六 谢谢吴老师 你们两个确实都很漂亮 都很好 好像这一票交于我了 大六呢 就是前几次我听的时候 是你确确实实从真声跟假声上 这个就是还不够 怎么说呢 从技术上还不够娴熟 今天呢 珍珍表现的确确实实也是很 还是那么平稳 依然那么平稳 但大六昨天晚上 我听你电视机前 我听你唱的时候等待 跨度性非常大 确实是给我很吃惊 你知道吗 确实我说 哇 今天大六唱得怎么这么好 那么珍珍今天在真声换假声的时候 有那么一点小瑕疵 所以呢 比赛就是比赛 我今天呢 把这一票给大六 谢谢吴老师 谢谢大家 加油 大六进入了年度的12强 那边都投到屏幕上 让我们的屏老师来看一下 这一轮对阵的两位会是谁 屏老师请选择 我 我 王亦颖吧 王亦颖 对 好 李峻老师选择了王亦颖 那么在后场的王亦颖先准备一下 我们再找一位老师来挑选一下 王亦颖的对手 屏老师决定的是谁 来 刚看了这个 这个 后面女选手也不多了 然后王亦颖本身在我 这些选手里边 是我特别尊敬的一个选手 每次他的演出 我都非常期待 能力也非常强 人格魅力也非常强 我觉得还有一位选手 就是他上场每次我都 反而让我最轻松的一个选手 每次看他 等会儿都很喜气 我觉得而且他也是位女性 就是我们的花生妹张欣文 张欣文 好 来吧 有请两位 我们的规则改变之后 是这样的每一场 屏老师根据他们的照片 来挑选这个上场的选手 其实在后场期 大家能看得到 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 心里面可能更坦涉一下 来 两位 这一轮该你们姐俩了 想什么 说点什么 给对方听听呀 我好激动 依影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她唱得那么好 如果今天你晋级的话 我也会很高兴 真的 不要这么说 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其实大家是一种幸运 我们两个能共同站在这个舞台上 也是我们的缘分 所以我们今天 不要想比赛的事情 我们两个就一起 尽情地享受这个舞台 好不好 好 好姐妹就应该这样 相互鼓励 那这样的话 根据我们平尔老师 挑选的顺序 新闻你先在场下 稍作一下准备 好吗 这一轮 首先为大家演唱的是 她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 她的歌声 也打动了很多人的 王毅 请 各位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我带来一首 比较欢快的歌曲 《今宵九九》 天上惊花也 练于烟 地上歌舞也 国长节 哎 多么美好的夜晚 哎 多么归晃的夜夜 这一百年 这五十年 经历了多少 风风雨雨的世界 这三十年 人人都感受着世代的变迁 人人都感受着世代的变迁 人人都说是天长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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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问也 这些年走了多少路 今宵八千 真的不愿意 人人完 有多快 咱们老白心 就伤了銀行 't nasty ip mirror 好 谢谢 我心里的感觉还都是挺激动的 就是你在舞台上那么落落大方 唱着无论是抒情的高亢的还是欢快的歌曲 其实都是要在经历了生活的各种苦难之后面对大家 就是你的歌总给我感觉 有了很多的生活积淀 有了很多自己生活的经历 所以听你的歌有的时候 不仅仅是歌声 更多的是你的经历打动我 今天这歌我觉得选的挺好的 一个欢欢快的歌也快过年了 把我们的日子往好里过 挺好的 很喜欢 谢谢你 其实我听易颖的歌时候 就是说我多数想的是你的经历 或许是你的经历才让你唱歌那么有质感 所以才那么能够打动我 我的感觉就是说 虽然你的声音不是那么条件不是那么好 但是我想的是 是因为你的身体 是因为你给丈夫捐身造成的 因为唱歌 如果要是说身体虚的话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你的歌总是能够帮我打动的 就是怎么说 五体投地吧 每一次见到你我都特别喜欢 真的 谢谢吴老师 谢谢 因为吴清老师作为女性 作为女评委 她可能心里面对于这个 同样作为女性的易颖 身体关心的更多一点 可能吴清老师真的也 也应该是说到了点上了 因为做了这么一次大的手术 对于易颖来讲 才刚刚过去了有不到一年吧 四月份做的手术 17年四月份 她给自己的丈夫做了换肾的手术 她把自己的一个肾 移植到了丈夫的身上 到现在才刚刚过去了四月 八个多月的时间 八九个月 所以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这种知识 就是经历了那么一次大的手术 而且身体进行了那么大的变化之后 你现在每天 这种身体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会觉得特别容易累吗 是和以前是不太一样 它是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有一段时间是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累 不过现在好很多 但是也会和之前相比 会还是有区别的 你前一段时间来的时候 我听我们的同事说 你不光在参加比赛 然后可能现在是不是也在代课 对对 而且还去下乡去做那种慰问的演出 是 你会参加一些公益演出 这个时候我从来没提过 人家演出是从来一分钱的 这个演出费都没要过 就是下到农村啊 基层啊 去给老百姓去唱歌的 既然有这样的情况在 就是自己的身体那么容易疲劳 而且经历那么大手术 还干嘛把自己弄得那么累啊 喜欢舞台 喜欢唱歌 觉得现在这个机会 来得特别不容易 其实呢 家里人也会劝我 不要唱 或者是少唱一些 可是机会来了 我就是忍不住 我觉得如果有时间休息的话 我会就尽量地多休息 那么事情来了 我一定要去把事情做好 然后呢 我有一个小宝贝 就是那个 有一个小靠背 我会随身都带着它 就是坐车的时候 会靠在这个腰上 它会休息 然后如果睡觉的时候 会把它当作枕头 随时就有这个休息的这个准备 虽然这话是带着笑说出来的 但是大家能够想象得到 一个现在只有一个 是在工作的一个人 长途地奔波 他家在何泽 每次参加比赛的时候 都是从何泽赶到济南来 有一回早上起来 五点多出门 一直到我们九点半 马上比赛结束 直播要结束的时候 九点二十才赶到现场 是那一天都在车上 都一直在车上 哎呀 所以对于王颖 这样真正热爱舞台的人来讲 就像他说的 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 可以圆自己 当年放弃了艺术 唱歌这条路 可以把那种遗憾 弥补回来的时候 他就算拼了命 也会抓住这个机会的 现在王颖颖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也希望 如果可以的话 继续坚持下去 好不好 一定可以 我们也相信 我们会跟观众一起陪着 大家来见证你的成长 还有你的自己的展示 希望你越来越好 谢谢 每次来的时候 家人肯定会特别的担心 是啊 我老公 孩子他们都会担心 我老公有的时候 哎呀 是他说你就别去了 你就在身体再好一点再去 我说不行 我说平夕 这个机会对我来的时候 太难得了 我都已经四十多岁了 还要再等吗 不能再等了 是 所以这一回 不光是语言上的关心 就直接就陪你来济南了 我都不想让他来 老是担心他 他其实也是 因为也是刚做完手术吧 我就能不让他动的 我就不让他动 我就是你在家好好待着 他说不行 你出去我不放心 说我是个小晕瓜 经常在外边 有什么事 他也是不放心 每次出门之前呀 其实都是他给我收拾行的 什么东西 该用的 什么东西都放的 放的包里 仔仔细细的 就害怕我忘记 带一样东西 每次来呀 就当成是旅行最好 不要当成比赛 你们两口子出来散散心 今天来的 不光是这两口子 还有 之前我只见过一次 不知道观众见过几次 他那个已经二十岁的 又高又帅的儿子 来 有请这爷俩 哎呦 你们真的 你们这一家人真好 爸爸妈妈这么有爱 儿子还长得那么帅呀 哎呀 你仨还客气啥 这还讲究个战法 来 大哥 您先给大家说两句 主持人好 你好 评委老师好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 这是一颖的爱人 旁边这一位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可能发现小伙子 就是我在说话的时候 他必须要看着我 如果了解王一颖的事情的朋友 一定知道 这两口子生活当中遇到的第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坦克 就是儿子听力不好 所以呢 他们为了给儿子换一个人工的电子的耳窝 就把自己原来按部就班的工作辞掉了 去做了很多的工作 给孩子做了这个手术 现在孩子现在带着 里面有一个人工的耳窝 而且还带着一个助听器 所以他必须要看着我嘴型 才可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来小伙子 给大家问个好 打个招呼 大家好 你好 你叫什么还没说呢 你叫什么 名字 我叫陆景成 我没太听清楚叫 刘盈成 刘盈成 好 这一家三口你说多好 真的你儿太帅了 你就是就是我不知道你学不学过手语 可能你也不愿意学 他不学没学过手语 没学过 那我就直接说帅 好看 漂亮 夸你什么呢 夸你什么呢 哥哥夸你什么呢 说你什么啦 我老是帅的 小伙子真腼腆 不好意思 今天二十了是吧 二十岁了 在济南的一家那个糕点的商店里面 在做这个 在学徒 学徒 挺好的 小伙子白白净净 长得有这么高 真是我就喜欢看你儿 这好看 小伙子又懂事 大哥您今天来现场 有什么想跟大家说 有什么想跟你爱人说 来了吧 就想给自己的妻子加油 我一直在给他说 其实吧 这一次比赛 对他也是一个挑战 对他也是一个历练 我呢 本想着是和他一起去面对 一起去迎接这个挑战 但是 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们可能感觉到 有一种冷 是妈妈救的你冷 而我 有一种冷 是妻子救的你冷 有一种累 是家人救的你累 有一种溺爱 是你自己十岁大的女儿 把你当宝宝一样的爱 我说 咱们一起去面对 哪怕 我给你拎个包 给你倒碗水 你累了 我能呵护你一下 但是 他不让 他怕我累 他不让我来 在家里吧 有人 就说 你看 一眼啊 你 为了儿子 牺牲了自己的理想 耽误了那么长的时间 不抛弃 不放弃 你太伟大了 他说 这是每一个妈妈 都能做到的 有人说他 你看你 为了自己的老公 移植了一个肾给他 你太伟大了 他说 这是 每一个相爱的夫妻 都能做到的 我好多朋友 开玩笑 问他 如果你病了 你老公 能给你一个肾吗 他说 生活 没有如果 假设 真的有如果的话 我 假设 我老公 没有病 不是更好吗 老婆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 真的有如果 如果有来生 我 街草鲜花 做牛 做马 报答你 最后的这句话 是 一眼爱人 可能发自肺腑的 一直想说的一句话 但是 一个家里面 男人 可能不太会给 妻子表达这一些 但是今天在舞台上 说出来了 真的 虽然这一个家庭当中 王一颖的身高是最矮的 有这么高的儿子 有这么高大的丈夫 但是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王一颖支撑起来了 这个家 我们为这个不容易的 又让我们尊敬的女人 再鼓一次仗 您真的是个好人 谢谢 好 其实 没什么 因为 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一颖的身上 他总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但是 对于我们来讲 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 所有你认为的应该 都是因为爱 都是因为对家人的爱 好 这一家人 带给我们 这么多的温暖 也让我们 稍稍地忘记了 比赛的这种紧张 那让我们 在这种情绪当中 再沉寂一下 好好的回味一下 这一家人的爱 进一段广告之后 再来听一听 花生妹的演唱 一会儿回来 欢迎大家 去回到正在直播的 执意如参军 第八季 我是大明星 年度总决赛的 现场直播 今天是二十强的比赛继续 大家对于 今天各位选手 表现怎么看 有什么想说的呢 来看看大家 发来的微信内容 来 王一颖出色的歌唱 给我们带来了 视频享受 他幸福和感人的故事 触动我们的心弦 愿他今晚取得好成绩 实现自己的梦想 谢谢您的鼓励 来看看下个朋友 这位朋友说 十二强赛 火热开战了 每个人都是高手 希望选手们 保持良好的心态 发挥自己的实力 不辜负之前 所有的付出 加油 谢谢您的支持 来给大家送奖了 价值200元的生活大礼包 送给三位朋友 号码滚动 三 二 一 停 好 恭喜 大家的三位朋友 跟我们联系一下 价值200元的生活大礼包 就是您的了 刚刚为大家演唱的是 王一颖 然后呢 佳人来现场 也给我们 让我们这个现场 也变得很温暖了 刚刚 王一颖的这一段表现 除了歌声之外 相信 这么美好的家庭 也会触动到 我们每个人 包括 接下来 要上场的 话声妹 张新闻 咱们先把张新闻 请上来 有请 品文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林意的花生妹 张新闻 我是中花生的 欢迎新闻 新闻 大家都觉得是个特别漂亮的姑娘 一笑这些眼睛就跟小月亮似的 大家可能也知道的是 到现在 我们毫不掩饰地说 新闻还是个大龄圣女 没有很大龄了 但是还没找对象呢 刚刚人这一家人 说这些 会不会让自己觉得 哎呀 好羡慕有这样温暖的家庭 我在想 如果我有这么爱的人 这么好的儿子 我也会 这么好的儿子 你一共才比人大几岁 这还早着呢 以后都会有的 好不好 这一段的表演 我相信 刚刚这个 一颖的演唱也听到了 应该说非常的不错吧 太棒了 会不会有压力 压力山大 那一会儿就看你的演唱了 好不好 再先感谢一下 王一颖一家人 带给我们的感动 谢谢你们 可以休息一下 好 来 新闻是一个 在我看来一直 这个很可爱 然后很纯真的一个姑娘 永远带着笑容 但是时不常呢 会让你觉得 她很紧张 尤其上场的时候 有一些慌不择言的时候啊 不知所措的时候啊 听说完成了 16进14强比赛的时候 怎么着的出事了 没出事 我就感觉像做梦 因为唱歌是我从小的梦想 我没有经过 专业老师的培训 我能走到现在 我感觉像在做梦 吴庆老师 我一直在观看您的 从看了很多年 看您给马翠霞 一直到现在 你一直是我心中的女神 我一直在学习 很想很想拜您为师 求您给我指点 今天主要的目的是 是想拜一个声乐老师 对不对 今天我感觉 我站在这里 又遇到了我的女神 感觉真的像做梦 又走到了现在 我真的很感动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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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吴庆老师 要从各个方面考察一下 这个张新闻的表现 包括之前16进14的时候 张新闻得到的是 一个待定的成绩 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故事 先让你这个准老师来看看 最希望你回去 也能够再好好想一想 能够选择什么样的作品 把自己发挥得更好 只能先让你待定一下 暂时保留这一票 田惠老师的那一票 如果田惠老师投出来的话 是待定 如果保留的话 张新闻就要止步 14强 好新闻不哭 我会鼓励你这一票新闻 谢谢佑天文 张新闻出于待定的状态 这不是最后的结果 休息一下 实际新闻的这种心情 我非常能理解 作为一个重地的 就像他说的一样 从数以万计的宣说当中 脱颖而止 可想而知 你身上的亮点 是非常明显的 个性美容非常明显 天晚上 一天都八九点 早晨五点就起来练歌 我家里五点七点 走来又没话了 没话了 他都很没话 我就摆摆了 就会会上站里唱歌 这些老师这点 给家了 老不得话跟徐岩阳 只能给一个电视上唱 我对不起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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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做到这个没有 跟我自己拍不动努力 我应该再努力 再努力 我应该多 把清闻老师跟我说的 所有的话寄在心里 我会加倍 加倍努力的 继续唱下去 其实就是觉得不舍 然后那一刻有可能会离开的时候 那种情绪就爆发出来了 是的 我每一次站在这里 我都特别的激动 我非常珍惜每一次 站在这里的机会 所以很紧张 让我们评论老师来鼓励鼓励这个姑娘 吴清老师 今天新闻是冲着您来的 新闻你好 我刚才看你 真的是不容易 这样吧 不管你今天唱成什么样 我都答应教你声乐 但是你要答应我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 你不要给我送东西 第二个条件就是 你不要给我钱 所以说我才能够收你 好不好 吴老师 你一定要答应 不计老师 不光不收你东西 不收你钱 他收哪个学生 还给人买车买房子 又来了 又来了 吴老师 吴老师说的有点 这个 是那些学生 那些已经送完了 咱不说 这个 这个只介绍对象就行 这是我的原本 OK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我跟你说 吴清老师真的 这个 特别像妈妈的一个老师 跟他所有的学生们相处的关系 你知道他们老师 他的学生都叫他 都叫他亲娘 就这一次好好表现 给我老师留下一个好印象 吴清老师一定会说到做到的 其实 老师说的意思是什么 只是从声乐上 从技巧上去教你 其他的事情都没有这个必要 不是说你那个 就是像其他的老师一样 怎么样的 所以表现好了 自然而然 吴清老师会全身心地教你的 好不好 好 表现不好也教 也教 表现不好才有更大的这个机会 让他去学习进步 其实张欣文作为一个农村的姑娘不容易 一个种花生的姑娘 可能原来说过一句话 让我觉得还挺心酸的 小时候觉得能到林医市里 就算是去了很大的城市了 没想到现在可能来到济南了 以后也有机会去很多地方去演出 所以他非常的珍惜 那就珍惜这次机会把歌唱好 好吗 给大家唱什么 今天给大家唱一首辣妹子 好 加油 花生妹 谢谢大家 小时候谁唱一首辣妹子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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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妹子 偷懒 她 不怕 那妹子 声息 不怕 啦 那妹子 手辣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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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一把拉琴 会说话 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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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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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陈老师点评 请 那个新闻 我每次听到新闻演唱的时候 看到他两个小辫子这样的一种形象 满脸喜气洋洋的这样一种感觉 就老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公益宣传片 就是我们大家伙都耳熟能详的那句话 叫做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当时那个广告里边有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少女 在农村里出来 它一直在旋转旋转旋转的那样的一个镜头 我老想起那个来 我觉得那个形象就特别像新闻现在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刚才前面看到你那个一小段你的记录 我也能够感同身受的体会到你心里边那种感觉 我们一个农村的姑娘能够站上这样的一个舞台 有的时候可能就觉得每一次站到这里都像一次梦一样 所以就特别担心这个梦是醒了 突然间有一天我醒了 这不是真实的 不是我张欣文站到舞台最中央 我还是那个在农村的姑娘 我没有站到过那个舞台上 所以就是害怕梦醒 然后又特别希望在这个梦里 一直这样延续下去的这种美好的心里我能够体会到 这种东西很真诚 正是因为有这些东西 其实不仅是你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很多很多的选手 包括我们这些人 我这个年龄的人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因为就是因为心中都有梦想 哪怕做梦我们也愿多做一点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想它哪怕就是一场梦呢 至少我做过一个这样的梦 这样梦让我回想起来那么美好 何况这并不是梦呢 何况你真的是站到了我们山东 我们现在最火的综艺节目的舞台的最中央 而我们再给你鼓掌呢 对不对 对对对 太感谢了 所以我们今天唱的不是很成功 可能情绪上有点不稳定 但是我们看上去依然是那么美好 你要加油 谢谢吴老师 新闻 其实你的音色非常美 这首辣妹子不好唱的 因为它全是开口音 不好掌握 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就是说人有梦想特别好 是应该的 但是一定不能有目的性 就是说你今天走到今天特别不容易 是不是 我今天告诉你 我会收你这个学生 因为你很漂亮 我会教你怎么样根据你的声音选歌 会教你怎么样用心理节奏去唱歌 好不好 谢谢吴老师 太感谢了 毕竟是一个没有学过声乐的 天天就在田间地头种着花生 一天工作可能就是围着村里面跑来跑去的这么一个农村姑娘 所以唱歌上一定不会像学习过的朋友那么的专业 但是能看得出来张新闻对于舞台的渴望 是因为害怕离开 所以有时候才会控制不住眼泪 但是至少走到现在 应该会在周围有很多人都会去夸你吧 说这姑娘真争气 是的 我走到现在都不是一个人了 我身后站着所有的姨蒙老乡 我的父老乡亲们站在我身后鼓励我支持我 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我每一次来都给我使劲加油 让我好好唱不要紧张 是 刚刚新闻提到了身边的这些人 尤其是他说的那些父老乡亲们 真的 如果一个村里面出了这么一个姑娘的话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很有光 我们呢也跟随着新闻一起回了老家 感受到了临沪人民的热情 来看看 有什么好想做 哎呀 生 STE 我们都会离福县 你出了这么一个 漂亮的优秀的花生们 希望它走出山东 走向全国 好好炒 为咱们这个掌校本 交路人类书县正光 我是大明星啊 这个官员 所以我问你 我说 新闻加油 你是最棒的 整局进入十项 进入宗冠军 宗冠军属于你 姐姐加油 张新闻支持你 你是最棒的 观众们你最棒 大明星 江新闻 一下子就觉得底气足了 有家乡人站在身后 咱还怕谁呀 别以为那些支持的朋友 只在家里面 今天都到济南 到现场来了 有请他们 这位翠里的亲切 阿三叶 阿三女子 还有阿嫂子 哥哥 来 来 来 欢迎你们 你先给大家问个好 行为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好 以及电视机前面的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们是来自山东雷 与张晓外村 张新闻的亲友团 我们是来给张新闻加油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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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嗓门行啊 您是张新闻的什么 我是她的三姨 三姨 哦 后边这都是亲戚啊 都是家里人啊 我是张新闻的侄女 啊 是啊 是啊 她在我们村 位本比较大 她是我的小姑姑 我是她的大职业 哦 我们年龄我大一点 哦 我要大一点 她是村之初的女儿 哦 是安好 但是我们从小是邻居 我们俩靠在一起 一起长大的 我们是邻居 她从小就特别爱唱歌 哦 好 后面还有谁啊这是 我是张新闻的嫂子 我最喜欢听张新闻唱歌 她的声音就像清泉一样 特别美丽 哎 真好 后面那两位呢 那个我是张新闻的哥哥 张新闻就是我的妹妹就是 你们俩口子不就完了吗 什么那么多 大家好 我是张新闻的哥哥 一个嫂子 怎么俩哥哥 那个是我另外的奶奶的 家生的哥哥 哦 我这些是我奶奶 有一个奶奶 那是另一个奶奶 这是两口子啊 中间你俩位啊 对对对 这是我 这是你亲哥哥 亲哥哥嫂子 是我三大娘家的哥哥嫂子 那就不是 那是堂哥 哦 我家里 家里人比较多是吧 家里人我爸爸弟兄六个 我妈妈姊妹弟兄六个 哎呦 那家庭 马上过年 就今天只带了几个来 因为我家族 他们都没出过门 然后都晕车 今天来了三个人啊 然后三个晕车 我费了老金把他们带来 张新闻太可爱了 能说不能说的就往外说呀 本来好多人呢 都晕车来不了你看 哎呀张新闻就是 这个真是好姑娘 你说谁要娶这么个媳妇回去啊 我估计操之家也行 长得又漂亮还会唱歌 这种姑娘哪找去啊 好 那个姨是 我是她三姨 三姨 三姨啊 三姨你们准备个什么 给她加油了吗 是唱个歌跳个舞 喊个口号啊 我们也准备了口号 好 来一个 我们的口号是 花生被子一张口 张建天下无敌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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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们在这 勾火晚会呢 就光看着这个背影 导演给排一下队形也行啊 就看着那大哥 大黄背心了 好好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你们家人真热闹 有空人过年去你们家玩去 太热闹了 行 圆满完成任务翻译 在你的带领之下 你寸志叔 闺女都被你带领了 表现得很好 那咱就先撤吧 好不好 寸志叔 晕车 有不 晕车 别说晕车的事了 寸志叔的晕车 你们稍微吃点药 晕车药也行 下回多带一点朋友来 行 那咱就完成任务 咱就先休息一会吧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你留下 你留下 你回去谁比啊 好 咱们要请上 王亦颖来 尤其王亦颖 现在这一轮的比拼 不管是欢笑 还是好听的歌曲 还是感动 都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只等待一个结果 三位评论老师为两位投票 谁进入年度的12强 谁带定 广告之后来看结果 欢迎大家一起去 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 在这里要感谢 景之久夜 对本栏目的战略支持 同时感谢 太热闹古城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看一下 节目进行到现在 大家给我们发来的 微信的互动内容 都在说什么 花生妹江新闻 甜美可爱惹人喜欢 爱笑的你 印记不会错 加油 谢谢你 每晚守候我是大明星 从中感受选手的人格魅力 感受节目无限的精彩 感受比赛 带来的无尽的快乐 我们永远支持 煽动松衣 谢谢大家的支持 来给大家送奖了 价值200元的生活大力包 号码关注 三 二 一 听 好 恭喜以上的三位朋友 跟我们联系一下 价值200元的生活大力包 就是您的了 好 这一轮为大家演唱的两个人 两位朋友 都有自己的特色 到底谁更能够打动 我们的评委老师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下面进入 古方红堂命运时刻 小平老师 请投票 其实有新的观众都会注意到 你两位选手今天唱完以后 评委关于歌说的都不是太多 都重点说的是人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们俩今天发挥 都不是太好 至少我都听过 比你们今天表现好的场次 今天的发挥 不是太好的情况下 现有水平 我把我这票给王颐颖 谢谢林老师 谢谢 我突然改变主意了 你先投 这怎么回事 吴庆老师让我先投 二位选手我都很喜欢 真的由衷地喜欢 我们张新闻是在我们 美好的梦境当中 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让我们看上 像糖果一样的很美好 然后王颐颖 是我特别尊重的一位选手 在很艰难的生活当中 阔步前行 而且那么的坚定 让我选择的话 就 就 选一个 才艺更好一点的吧 王颐颖 谢谢王颐颖 谢谢 让我先选 就选完了 所以 在两票的情况之下 两位当中 结果已经产生了 恭喜王颐颖进入了年度的12强 大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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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生美张新闻也不要着急 因为仅仅是一个待定的成绩 而且最起码今天还认了老师嘛 对不对 节目结束之后 可以跟吴信老师沟通一下 好 谢谢两位 可以去等待一下了 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 山东明珠鸿木周年庆活动 截止是1月31号 在此期间 搬购买银珠鸿木六件套 任意一款巨格 获增价值万元的鸿木茶桌一套 消费满10万元以上的 价值36800元的 四位子坛茶桌六件套 就可以搬回家了 地址和电话在评论的下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 好 下一轮对阵的会是谁 来 照片 让我们的评论老师来选择一下 看看这一轮评论老师指定的会是谁 还剩六组选手 六选手 这会儿咱上组男选手吧 都上组和油有关系的吧 油 我懂了 产油的还是加油的 都是和油有关系的 那我懂了 就是您一个人 就把这两位都点出来了 对 他们老给我找事 接下来上场的就是 胜利油田的石油钻井工人许一凡 和加油小哥好陈 有请两位 两位好 主持人好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评论老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东云市盛利油田的一名石油钻井工人 我叫徐一凡 大家好 评论老师好 我叫好陈 我来自宾州伯兴 我是一名加油小哥 谢谢 好 两位 一下子被评论老师点到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此时此刻有什么想说的 或者是 关于自己的比赛的 或者是想给对手说的 都可以说一下 无论比赛如何 结果如何 我一定会坚持梦想 坚守岗位 唱出最真实的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其实一凡我挺挺佩服你的 你的工作很辛苦 所以说今天呢 你看我这 我觉得好沉是吧 你看我这蹲位是吧 我觉得能在这儿定得住 咱们一起加油吧 加油 好 定得住之前 加油之前那句话是 我在这儿能定得住 你就不一定了 两位 你们俩同龄啊 对 没交流过 他比我大几个月 一般比我小 小几个月 都是28岁的年纪 是 都做着非常不容易的辛苦的工作 相同的年纪 也拥有非常好听的歌声 今天就看你们的发挥怎么样了 那这一轮首先 先给大家演唱的是好陈 好 徐一帆先去休息一下 好 接下来好陈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要演唱的歌曲是 图鸿钢老师的你 也是一首新歌 好 请 谢谢 谢谢 你从天而降的你落在我的马背上 从雨的模样 清水满的目光 一丝千笑让我心发疼 冰头也不回忆的你 展开你一双翅膀 寻觅着方向 方向在前方 一声叹息将我一声点亮 你在那万人中央感受 那万丈荣光 看不见你的眼睛 是否会藏着泪光 我没有那种力量向往 一种不能忘 只能到漆黑夜晚 忘一回那曾经心爱的姑娘 好 谢谢 谢谢浩辰 浩辰 唱完了大声不喘 觉得这歌唱得挺轻松是吧 其实挺紧张的 紧张啊 放松一下呗 跳个舞 行 行 行 什么会儿你都敢接 给你们介绍一下 你们别笑 虽然小伙子 现在得180了吧 瘦了 瘦了 瘦了180 瘦了 瘦了 胖的时候多少是是 现在有点胖了 当年是学民族舞的 这个在听听 什么音乐这是 不相信人 葛老师你随便放音乐 你让郝辰跳 开玩笑了 郝辰 听着点 各个各个各个 各种风格的舞蹈 好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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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伙 你看 好家伙 你看 好家伙 这偷学了空竹的一些记忆 可能在里面 好啊 换着音乐呢 换着音乐呢 好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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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天气预报嘛这是 天气预报你都能跳 你真厉害 放个新闻联播来 你硬生生的把评伙老师逗笑了 好 你好 郝辰 你好 郝辰 我怎么看好像有点江桂成附体一样的感觉 我看见江桂成老师的影子在你身上的 你知道吗 你上一次是唱的在此刻是不是 对 你今天唱的比那一次好 谢谢郝老师 因为怎么说呢 你上一次唱那个在此刻的时候 你是感觉上副歌部分 尤其唱到最后的时候 就感觉美声一些 你知道吗 给我的感觉你很有声乐技巧的 所以呢 它有点就是通俗唱法的感觉 跟美声 那种就有点脱节 但你今天把握控制得特别好 紧张吗 紧张 有点是不是 是 OK 好 挺好的 谢谢郝老师 潘纯 从第一次我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没什么好印象 你好好说话 我让你控制一下自己 也就是他第一次来的吧 拿着各种田惠老师 的照片 历史上的一些照片 各种年代的 我记得这个事 但是我忘了这个人是谁了 就是他 还带着花 带着鲜花 然后给田惠老师献殷勤 各种暧昧 我说他今天为什么紧张 肯定是我坐这 所以我当时就没留下什么好印象 我心里这小伙光会这一套 结果我今天我越听这两场比赛以来 近一段时间我发现号称蜕变了 第一点我觉得你越唱越好了 因为可能第一印象不太好 我老觉得你唱歌太油滑 现在越唱越真诚了 第二我发现 我真是发现了你第二才艺了 你跳舞蹈的时候还真是挺有感觉的 还有模有样的 最起码每一个舞种的那种典型性的韵味 你是掌握住了 那个歌吧咱不大敢说 这有声乐老师 舞蹈呢更不敢说 因为那有舞蹈学院的院长 你给点评一下来 刘老师 那个咱们音乐放的吧 那个各种风格的都有 少是民族的 他首先呢就是 先对号入座 是吧 除了最后一个对号 对的要差一万 这个 那个鼓曲不是很熟 跳了个藏组 稍微不大合适 再看来是好多年不跳了 就是 那个那些基本的元素动作 都忘得差不多了 光剩下眼神了 就是 所以 吴清老师说你 江国诚老师附体吗 江老师跳舞 主要靠眼神 你现在那个 虽然有过基础 但是也旺 差不多了 主要靠眼神了 其实我觉得 你恢复恢复 一定比江老师跳得好 因为你不光有眼神 你还有身段 谢谢李老师 再瘦数就好了 减肥减肥 哎呀 这个好神啊 大家越接触 越觉得这个小伙子好 时尚 聊天什么的 他带着一种憨厚 你怎么跟人开玩笑 他不着急 而且有一场比赛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这个支持率一直比较低 但是到那场比赛结束的时候 竟然成为了那一场 人气最高的选手 包括现在 顶的人有24000多 踩的人才有1000多 就说明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很喜欢这个小伙子 如果你了解他的话 也对他的家庭 肯定也了解过 之前说妈妈来过 对不对 对 妈妈和姥姥都来过 说出来一件事情 让我觉得挺诧异 但是可能大家也都理解 其中的内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几年前的时候 他爸爸说要出去工作 但是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就没再回来过 实际上就是把他妈妈和他 就抛在家里了 然后爸爸就离开这个家了 所以这十几年的时间 家里实际上就是你跟你妈 对 就俩人 还有妹妹 对 还有小妹妹 还有个妹妹 那是他爸爸走的时候 妈妈那时候还怀着孕 妹妹出生了吗 出生了有两个月 出生两个月 就走了 所以 郝晨可能也之前 没跟我们聊过这个事 后来是跟他妈聊着聊着 慢慢知道的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 就是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家庭里面缺少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父亲 对 其实这十几年 我跟我妈还有我妹妹 其实都挺不容易的 当时我还一直工作 反正就是我现在 我已经长大了 我现在已经也29了 我是个男子汉子 所以说 我相信我能让我妈 还有我妹妹生活 更加的幸福 让他们高兴 让他们感觉到 有儿子在 就有一切 好 那这么长时间 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有没有家里面 某一个人去顶替了 父亲这个角色 在你心里的那个位置 或者是起到了 差不多的作用 能给你一些父爱的 有 是谁呢 是我的小舅 舅舅 对 所以外甥就是跟舅亲 舅舅对你很好 舅舅对我特别好 那肯定舅妈对你也很好 就是这些年就 就感觉她像我的父亲一样 好 既然说到这儿了 咱们就来看一看 这么疼 好沉的舅舅和舅妈 到底是什么样的 来 晨晨从小呢 就和我们生活来一起 我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呢 她只有四十岁 放在我们家 由姥姥姥爷来照看她 她小舅和我 一直拿着她 当亲生的孩子一样对待 小的时候挺祸怕 挺看 小的时候我管监督的上学 弄到一致 我们家两个感情 一致就很散 上大学的时候 好像她不知道 从某一个地方 能感觉到自己的家庭 不是和人家常人一样 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少了她爸爸 是吧 她就感觉到 有一点 还伤心的样子 有一次呢 她就 那个 带我家和我聊 聊着聊着就说 妈妈 就说是 和那个 生活呢 这么多年都非常苦 聊着聊着孩子就苦 其实挺心疼的 就是 我知道这个孩子这么多年 有很多很多的压力 心中也很多苦 但是呢 我们还是一直鼓励她 向着仰光的地方 因为她还是一个 很正能量的孩子 她一直也挺心疼的 很努力的 比较好 又很诚实 她对这个演员方面 又非常热 非常至爱 这么 我觉得 为她感到很 挺自豪呀 我希望 她以后呢 不论从事哪项工作 都要踏实 而重 更希望她在 大明星的舞台上 能够一扎放在 继续前行 加油 好天 好 咱们请这么疼 好纯的舅舅和舅妈 上台 也来说两句 有请 主持人好 您好 主持人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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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请 PV老师们好 欢迎 现场的观众们 大家晚上好 好 老师们好 观众朋友们好 电视机见到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舅舅和舅妈真客气 我是好纯的舅妈 我是好纯的舅舅 小舅 好 今天来 都是来给好纯来加油的 有什么想说的 给我们介绍介绍 你们这孩子 他舅妈说吧 他舅妈经常在家里 平安着孩子 让他舅妈先说 好 好 好纯那说 我们一家人一起待大的 这个孩子呢 比较孝顺 很懂得感恩 这一次 他在大明星的舞台上 能够这么 一站一站地下来 真的很不容易 我们一家人支持他 好 舅妈表态很重要 哎呀 琛琛 你要好好的比赛 在这个舞台上 好好的唱歌 舅妈在家里 会给你做上 最好吃的红烧肉 等着你的好消息 好吧 舅舅也说两句 鼓励鼓励孩子 他舅妈在家里 就经常评论他 都说了 我就说一句话吧 晨晨 孩子 好好的唱的歌 像我们山东大汉一样 好纯加油 好 加油 谢谢 谢谢 好纯听舅妈说这两句话 那眼泪啊 巴达巴达就开始往下掉 能看出来 这真是个时政孩子 好 咱们让好纯平静一下情绪 在台上也跟舅舅和舅妈聊聊天 我们也期待一下一会上场的许一帆表现怎么样 广告之后比赛继续 大家一直回到正在直播的第八季 我是大明星 年度总决赛的现场直播 来吧 先来看一下 大家跟我们发来的互动的内容吧 都说了什么呢 一起来看一看 我是大明星 有很多优秀的选手 祝贺我们博信 也出了自带混响的好声音 好陈加油 家人们永远支持你呀 博信老乡啊 好 看看下一位 比赛的节奏越来越紧张了 希望选手我们加油 祝大明星节目越来越好 全家人都很喜欢这个节目 平静老师 主持人你们辛苦了 谢谢您的体谅 来给大家送奖了 价值200人的生活大礼包 三 二 一 停 好 东西上的三位朋友 跟我们联系一下 价值200人的生活大礼包 就是您的了 广告的时间段 人家一家人一直在这站着呢 其实回来也没有人家什么事了 就是要接受一下大家的掌声 祝福他们 谢谢你们 可以去休息一下 谢谢主持人 谢谢好全 也谢谢舅舅和舅妈 谢谢你们 接下来要为大家演唱的是 好全的对手 一定要说 这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选手 他的嗓音很独特 刚刚我看了一下节目单 应该他选择了一首 特别适合他嗓音的歌曲 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种惊喜的 让我们有请许一凡 品文老师好 吴老师好 主持人好 不是跟吴老师打招呼 一定得敬礼 这当兵才能敬呢 你当过兵啊 是 我曾经当过五年的兵 真的啊 因为我们只记得 这个许一凡的工作是 油田的钻井工人 在哪当的兵啊 在内长山药赛区 长岛 71887部队 好像跟吴老师聊过这个事啊 好 哎呦 当兵的时候够苦的 挺累的 结果 现在工作了 又到油田上工作 也累 怪不得那么瘦呢 好 比赛进行到现在 是不是也会觉得 跟其他的选手一样 会有一种紧张在 是 但是有军人的这种气质 就像吴老师经常说的 朝之寄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有这种信念 对不对 是 好 今天给大家演唱的歌曲 是什么 卷珠连 我很期待 大家一起来听吧 来 卷珂好美到美间心上 花间透过思量 沾染流磨色汤 千家闻都繁华 夜静密床沙微微凉 啊 眼之香味 卷珠泪 千世为一心 啊 不见到雪 夜月明 此时难为情 细雨落入初春的星辰 悄悄唤醒之涯 替微风儿搬墙 残留水洗落花枪 谁在阴云初清晨长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徐玉帆 让我们有请一位评委老师 为我们点评一下 请 我刚才给李菊老师说 我说他唱歌好像有特点 他唱歌真的是 可以属于你自己那一派 很好 谢谢吴老师 就这一句很好 就代表了评委老师 对于一反的评价了 李老师您也想说两句 对 因为反差太大了 我上次听他唱过一次 我觉得唱不是太理想 就今天让我眼前一亮 反差特别大 谢谢李老师 他的这个嗓音跟这首歌的契合程度 非常的高 好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徐玉帆的工作 刚刚说自己当过兵 现在实际上是在胜利优田工作 虽然是在胜利优田 但是不是在咱们省内 现在在四川的 这个小猴子特别不容易的是啥 每次参加比赛都从 都从这个四川的山沟里边 是 想办法回到咱山东 回到济南来 就每次比赛都是这么奔波吗 是的 每次都要给力道请假 然后回来比赛 就不光你 你这是因为比赛 所以说来回地跑 你的那些同事们 是不是就一个工程结束之前 很少回家 都必须在工地上 是的 来自全国各地吗 还是东营的平 都是东营的 都是东营 工友 这些天天在外边 不能说 就只是抛家 倒不是舍业 这样长时间 这个在外面工作 当然感情肯定会非常的好 会不会觉得也挺枯燥的 是 平时上班的时候 一枯燥的话 平时也就是唱唱歌 然后找一个爷弟 唱唱歌 思念思念远方的亲人家人 你们是以什么为单位 就是班组啊 还是什么 一个队啊 是一队 然后一班 多少人啊 一个队的话 大概是50多人吧 50多个人 50多人是每天都会见到的吗 对 我们是分白班和夜班 12个小时一班 来回导 那还好 你要是真就是三两个人 十个八个的 哎呦 那得多闷的话 这是过的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凡的工作 钻头一开 不能停 就是风再打 雨再打 再冷 他们都要在外面 他们进不了屋里休息 泪它不是最主要的 主要就是在外地 去一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没有信号 没有人烟 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就我们几个 几个人在那打井 一打 好几个月 有一次就是那边 有一些小虫子 一凡是刚提完泥浆 胳膊粘 那全都是 那种飞虫子 它就往泥浆里面钻 一反而咬了 整个胳膊上 点点点点点点 一些老师们就跟他说 你这不行啊 你这万一 因为它已经溃烂了 我要走了 少一个人干活了 老师们不是更累吗 因为我们那活就是 定人定岗 少一个人以后 就相当于三个人 干四个人的活 井底往上喷泥 是那种滚烫的热泥 正好我在井面工作 那个泥马上就要往上喷了 然后我一听 哎 这什么情况啊 我也不懂 然后师傅 就是一把 一把 就是把我扔到的 那个井的那一边 那个泥 啪一下就喷出来 喷到了那个 师傅的这个身上 衣服上 帽子上 脸上 是滚烫的泥 然后我当时我自己心里就感觉 这个师傅是真好 一凡 今天晚上比赛 你好好的加油 好好的唱歌 把我们石油工人这种 不怕苦 不怕累 遇到问题迎难而上 坚持不懈的精神 带到这个大明星的舞台上 我就在这里祝你 好好唱 有一个好的成绩 牛轩共产场 一号 地球也要到三岛 一 加油 真喜欢这句话 石油工人 吼一吼 地球也要抖三抖 这就一种气魄 这就是一种力量 今天这些充满着力量的同事们 也来给一帆加油了 有请咱们 这才是深圳的兄弟们 介绍一下你们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胜利油田 许一凡的公有助威团 欢迎你们 刚刚在视频里面都听到了 你们跟许一凡说的话了 这哥们或者说 这个朋友 这个同事 肯定在你们心里面 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的人 派一个代表 好好夸夸他 谁来 我来吧 好 那个 就用八个字概括 帅真 暖男 朴实 善良 真好 真好 谢谢 你们一上来 尤其是说的这几句话 让我们改变了对石油工人 那种可能 这个身强力壮啊 脑子可能有一点大条 不是那么细腻的这种感觉 特别是一凡 一直给大家树立了一种 当代的石油工人一个形象 也可以是知性的 也可以是温暖的 当然同样是坚强的 刚才口号我特别喜欢 石油工人吼一吼 地球也要抖三抖 你们肯定还准备其他口号 给一凡加油了 喊一个怎么样 好的 来 一 二 三 一 三 一 三 实力不稳 一 三 一 三 实力不稳 许一吼 加油 好 谢谢你们来现场 说实话 跑这么远的路 就为了上场 说这两句话 就这两三分钟 等了这一晚上的时间了 赶了一天的路了 真要提一凡 谢谢你们 这个真是好同事们 好 谢谢你们 今天向大家展示了 咱们石油工人的风采 时间有限 就不跟你们细聊了 下次有时间的时候 邀请你们来聊聊你们的工作 生活 好吗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休息一下 好 可以到台下去休息了 谢谢 谢谢 动行 动行 哪都能出去 有了是门 找不着门了 来 好陈 好陈到舞台上来 真的 我们每一次选手在这里比赛 尤其到了这个阶段 都有他们的朋友啊 家人啊 同事来加油 大家算一算 上场的时间其实很短 但是赶的路太长了 从四川跑到这儿来 就为了说这两分钟的话 好 比赛 再继续 接下来今天晚上将要进入到12强的这个名额到底是属于好陈还是属于许一凡 但评议老师将会做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次决定 把谁送入12强 让评议老师考虑一下 广告之后来听结果 欢迎大家7日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 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个悬念将要揭晓了 晋级12强的名额到底属于好陈还是属于许一凡 评议老师 下面进入苦方红堂命运时刻来听听你们的选择 请 一凡给好陈你们两个各有千秋 好陈今天唱得非常好让我出乎意料 一凡呢你很会选歌 虽然你外表比好陈感觉不如他帅气 可是你一张嘴就抓住了我 所以我今天把这一票投给一凡 谢谢吴老师 两个歌手都很有特点发挥得很好 我刚才说了把两个石油的油关放一块后悔了 因为说完了就是做选择 时间问题 你好陈 谢谢刘老师 二位当中 今晚直接进入年度12强的事 徐一帆 谢谢老组长 恭喜徐一帆 晋级12强 好陈也还有机会 再见 今天晚上的比赛就到这里了 明天的7点45分我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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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